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主要有架体系统 附着导向 泄鹤及防坠系统 动力提升系统及智能超欠载报警系统 施工防护系统共四部分组成 架体系统 由导轨 竖龙骨 刚性走道板 刚性支架 竖向斜显杆 水平连接板通过螺栓连接而成 架体的结构及生化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要求 部着式升降脚手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7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GB5001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以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 当使用形钢 钢板和圆钢制作构配件时 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速结构钢 GBT700中 Q235-A级钢的规定 普通螺栓可采用国家现行标准 六角头螺栓C级 GBT5780和六角头螺栓GBT5782的规定 价体结构高度不应大于5倍楼层高 价体宽度不应大于1.2米 直线布置的价体支撑跨度不应大于7米 折线或曲线布置的价体 相邻两主框架支撑点处价体外侧距离不得大于5.4米 价体的水平悬条长度不得大于2米 且不得大于跨度的1分之1 离墙间距根据项目特点深化设计 价体全高与支撑跨度的成绩不应大于110平方米 数项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一楼层处应设置一道副墙之座 在使用工矿时 应将数项主框架固定于副墙之座上 在升降工矿时 副墙之座上应设有防清导向的结构装置 副墙之座支撑在建筑物上连接处混凝土的强度 应按设计要求确定 但不得小于C10 价体不高可根据施工需求调整 布着导向和泄鹤系统 由导轨 副墙之座 可调试泄鹤支顶器 导轮组组成 防坠系统由轨道防坠档杆 布墙之座 防坠装置 穿墙螺栓组成 布着式升降脚手架 必须具有防清负、防坠落和同步升降控制的安全装置 防坠落装置应设置在主框架处 并附着在建筑结构上 每一升降点不得少于一个防坠落装置 防坠落装置在使用和升降工况下都必须起作用 防坠落装置必须是机械式的全自动装置 严禁使用每次升降都需要重组的手动装置 防坠落装置技术性能除以满足承载力要求外 还应满足规范中对于制动距离的要求 防坠落装置应具有防尘、防污染的措施 并应灵敏可靠和运转自如 防坠落装置与升降设备必须分别独立固定在建筑结构上 防坠器进场必须具有定期检查报告与合格证 检查合格才能投入使用 数项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一楼层处应设置一道副墙之座 可调式卸鹤线位支顶器在爬架平台提升过程中 始终搭靠在轨道防坠档杆上 一旦因异常突现爬架下坠 则支顶器和及时顶住导轨内嵌的小圆缸起到防下坠作用 因此该支顶器在爬架平台使用工框 既起到卸鹤作用 在爬架提升工框又同时起到防坠作用 动力提升系统 由提升挂座 穿墙螺栓 电动提升机 钢丝绳 上下承重梁 智能超欠载报警系统及电源组成 施工防护系统 由冲孔钢板防护网 钢性走道板 钢防护翻板构成 爬架安装过程演示 爬架安装之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施工结构至标准层 符合爬架施工条件后即开始安装 以布双排架为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组装承重的钢管架 护设走道板 安装走道板 安装走道板 安装束龙骨 安装固定连接杆 安装下承重梁 安装钢性支架 内横杆 竖向斜弦杆等加固构建 安装第一道防护网 安装第二道走道板 安装导轨 安装腹墙之座 堆架体进行卸合 连续拼装架体 直至覆盖两个楼层 安装上层重梁 安装腹墙之座 堆架体进行卸合 安装提升挂座 连续组拼架体 直至覆盖4.5个楼层 相邻数项主框架的高差 应不大于20毫米 数项主框架和防清导向装置的垂直偏差 应不大于千分之五 且不得大于60毫米 安全保险装置 应全部合格 安全防护设施 应齐备 且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应设置必要的消防设施 架体组装完成 安装动力提升系统 安装内挑 翻板等密封键 爬架提升模拟 爬架提升重要事项的胶底 提升前 根据验收表内容 进行检查验收 在验收合格后 方可提升 提升爬架 高度为一个标准楼层 提升到位 对个别机位进行微调 保持水平 周转安装副墙之座 封闭离墙间隙 架体分片断片处 顶部刚性拉结 松掉链条结束 周转提升挂坐 提升结束 连续提升直至封顶 根据建筑结构的特点 及附着式升降 脚手架的使用要求 如果结构外围 不考虑装修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在主体结构封顶后 进行高空解体 如果结构外围 需考虑装修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在主体结构封顶后 开始下降 下降至起始楼层时 再解体 爬架拆除模拟 拆除前 需要做安全技术交底 对受力装置 进行检查 设置安全警戒线 分单元拆除 按照分配好的拆除单元 断开单元间的连接 安装好吊具 预紧吊挂钢丝绳 塔吊预紧 拆除副墙之作 将爬架吊至地面 工人迅速拆除 分类码好材料 爬架的特殊节点 不为说明 边梁附着 楼板附着 采用特质走道板 及防护网 提升时打开机壳 提升后恢复机壳 电梯通过爬架 电梯在爬架底部 提升时 翻板和防护网打开 提升后 翻板和防护网恢复 操作和管理过程中 亦出现的错误对比 不强之作 应采用毛固螺栓 与建筑物连接 受拉螺栓的螺母 不得少于两个 或应采用弹簧垫片 加单螺母 螺杆露出螺母端部的长度 不应少于三扣 且不得小于十毫米 电板尺寸 应由设计确定 且不得小于一百毫米 乘一百毫米 乘十毫米 价体悬臂自由高度 不得大于价体高度的五分之二 且不得大于六米 不着式升降脚手架 一升完毕后 必须安装副墙装置 若不能及时安装 可安装临时连墙件 加固价体 待条件许可后 更换为不墙装置 防坠装置 应具有防尘 防污染的措施 及时检查和清理 防坠器的弹簧等部件 保证装置灵敏可靠 和运转自如 预留穿墙螺双孔 不强之作 预埋件 应垂直于建筑结构外表面 其中心误差 应小于15毫米 若结构外表面平整度不够 可增加电块解决 搭设爬架之前 需要在地面拉设警戒线 警戒线距离建筑外边线 15至20米 并派专人进行职守 其他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爬架架体 因为空间结合 不可变体系的稳定结构 爬架架体顶部 单排防护 高度不小于1.5米 不强之作上 应设置完整的防坠 防清 导向装置 提升或下降时 无障碍物阻碍外架的正常爬升 爬架走道板上 无建筑垃圾 设备等杂物 爬架整体的技术安全现场管理过程及资料 主要管理流程如下 部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升化设计 及方案报审 报送企业及人员资质 设备进场验收 开工条件审查 安全技术交底 手部架验收 安装完毕验收 提升下降作业前检查验收 日常过程安全管理 价体的拆除 由专业分包单位 针对项目实际情况 进行方案编审 并经设计单位 对作用在结构上的贺载 进行复合 其中 提升高度150米及以上 附着式整体 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方案 需经专家论证 方案经总包单位和监理审批 专业分包单位正式施工前 应将企业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 组织机构 人员资质等 报送使用单位 监理单位审核 附着式升降小手架设备 进场时 应具有材料出厂合格证 并报送总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附着式升降小手架 价体构造 应经国家相关单位 进行评估 符合要求后 才能投入使用 设备进场时 应具有材料出厂合格证 刑事检测报告 并报送总包单位 监理单位审核 附着式升降小手架 正式开工前 应做好开工之前的场地 安全文明施工 准备好需要报审的相关资料 报送工程所在地 安间站审核 资料审核完毕 符合要求后 报请安间站 现场审核检查开工条件 完成开工条件审查后 才能正式开始施工 正式进场施工前 总包单位对升降 交手架单位 及其操作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明确安全技术要求 和操作规程 首部及整体安装完成后 需先由专业分包 自检合格 然后报请总包单位 由总包单位 组织各单位 进行联合演收 确认后 方可继续施工 安装完成后 需先由专业分包单位 自检 自检合格后 报请总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进行现场检查验收 确认后 方可继续施工 附着式升降 交手架提升 下降前 需对架体各个部件 进行检查 检查合格之后 报请总包单位 及监理单位 现场检查 确认后 行程检查验收表 架体提升前 主体结构的临边防护 必须完成 否则架体不予提升 施工人员 必须是专业架子工 并持正上岗 在升降作业时 应设警戒线 任何人员 不得在警戒线内走动 物料平台 不得与附着式升降 脚手架各部位 和各结构构建相连 其贺载应直接传递给建筑工程结构 施工时 结构支模架 不得与爬架任何部位相连接 与五级及以上大风和大雨 大雪 浓雾和雷雨等恶劣天气时 不得进行升降和拆卸作业 拆除作业 应在白天进行 升降前 均应对设备进行检查 检查合格 形成检查记录表后 才能进行作业 升降中 区随时关注以下内容 检查各升降点运动是否同步 检查弧路有无误动作 链条有无翻链 扭曲断链等性向 检查腹墙之座数量 及预警 检查爬架的离墙距离 有无变化 检查架体是否水平 有无变形 由专业分包单位编制拆除施工方案 报送总包和监理审核 审核通过后 对拆除操作工人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拆除前 准备工作完毕后 报送拆除告知表 给总包及监理单位 确认后 方可进行拆除 工程建设各责任主体 应按照国家现行规范 及湖南省相关文件精神要求 持续加强 不着实升降小手夹施工 全过程的安全技术管理 注重过程管控 提升管理水平 降低施工风险 确保项目整体施工过程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